先看看这个 中国跟美国现在几乎是民主跟另外一边 可能中俄啊或者是邪恶轴心的对垒 我不知道楚英文人最近有没有看过 莱茵在传一个梗图啊 这梗图呢 一边就列着蔡英文总统的人头 那文字上一格就写说 蔡政府都愿意把台积电的配方拱手让给美国人了 下一格就说 那你怎么不愿意把凤梨酥的配方给中国人 这到底要怎么类比 但是很多人就是在广传这个图耶 现在要告诉你 实在有太多潜力了 不管你是凤梨酥也好 什么喝的吃的 什么任何配方 尤其是IC产业的配方也好 跟你说 美国早就吃过这样的亏了 你把配方给他 你就是吃 就是打到自己就对了啦 对 我必须这样讲啦 就是说 配方绝对不能给 因为那就是你的know how 但是有一些 大家现在都是用这种所谓逻辑 置换 这种不伦不类的类比 比如我要讲 以这个家的凤梨酥来讲 他在研发出新的商品之前 他的这个凤梨酥的配方就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他现在目前就只有这样的一个 最卖的这个产品 他不能给出去 那台积电大家去想一想 其实我还记得上个礼拜这个节目有讲过嘛 他不断不断的去进化他的所谓 他的晶圆的这个尺寸 然后越来越小就越来越厉害 所以一些旧的这种所谓的比较先进的我留下来 比较可以大规模生产的 那么已经不是那么具有高度机密的 我当然就可以把我的触角延伸到别的国家 这个一定都是这样嘛 就像我们家电一代换一代 这个都不用去解释 但是确实用这种逻辑置换的时候 第一时间 很多时候想法就会卡住 是这样 但是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之前当时 微软要前进中国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也是要求呢 要提出所谓的商业机密 你才可以给前进中国的机会 那么当时他们就想说 没关系嘛 把这个企业的原始码 包括当时我们都用过的 这个什么window XP啊 window的整个 他就把这个所谓企业的原始码给你 给你之后变成是后门后门大开啊 变成是甚至于很多的恶意城市啊 或者是模仿的这些相关的城市 通通都进来 那你这个给出去之后 当然你有办法不断不断的升级 那么前面的落后 你这样就没有关系 只是他们就吃过了这个亏 所以裴洛西其实在20年前就说了 要让中国加入WTO 因为WTO其实就是希望大家 开大门走大陆 一起来做贸易上面 我缺少的你供给给我 那你缺少的我供给给你 但是原则上是 大家要在这个同样的 所谓贸易的原则上 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嘛 中国它的贸易原则是 我喜欢有什么不得可以 反正我开心就好 所以完全是不讲这个原则的 他就自己打破 包括现在我们讲的 他所要求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或者是相关的载具 这个相关的成分等等 或者是相关的申请 比如说好了我要讲 同样是亚洲的国家 面对日本 他给日本的是什么呢 他给日本的是说 好日本北海道的 候生局的网站是显示说 日本的厂商你只要在 令和五年 就是2023年的6月30号 提交资料就可以 在这之前 你的所有的商品都可以 销售出去 好那现在现场很多 搞不好有些小粉红就讲啦 你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你跟我们港澳 你是我们台湾地区 跟澳门地区好跟日本不一样是不是 来来看香港 香港的部分呢香港也是啊 香港的中华商会网站是说 2021年的12月17号有发布 然后呢他说香港的食品厂 可以透过香港特区政府 在2023年6月30号 以前中国海关的线上补件就可以了 线上 我们不只比人家早一年 而且我们还得要实体的要件 那我就要讲的是其实很多的资料去比对 包括新闻上面都有报道 但现在可悲的是什么呢 有一些媒体 或者是我们的在党国民党 就是跟着打台湾 我们明明是被欺负的 我要再讲一次 台湾的厂商是被欺负的 然后就很像是我们明明是受害者 可是你还要去检讨这些受害者一样 就像前面刚刚我们讲到高宏安的例子 我们都为高宏安的助理感到不值 你对老板忠心耿耿 可是老板可能现在要让你来背黑锅 把你卖了 我同样要讲的就是 台湾这些企业这些产业 他们精精实实的 希望能够拓展市场 但是中国只是他们的市场之一 但是这个市场如果进去之后 是你要他们直接就是剖肚子 把肚子里面摊开 所有的金鸡蛋 所有的秘方 通通通让你知道 那是砍头的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企业 被骂 被霸凌的同时 你应该是要站出来 站在企业这里 站在政府这边 而且我要讲是在WTO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针对这种 所谓的贸易歧视 我们跟其他国家一样 都提出了抗议 重点是我要做你的生意 但是你不能让我 提头跟你做生意 然后把我自己的 所有的秘方告诉你 然后跟你做生意 那我们在九次的发言当中 我们也都表达了不满 以及无法接受 那些问题就来了 反正中国它就在WTO里面 那好像你被纳入会员国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我也认为 我支持政府跟其他的这些 一起的WTO的贸易伙伴 其实是真的确实要硬起来 MING PAO CANADA